嗨,VOGUE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佳燕 今天破天荒的要來教大家我的一些美妝小技巧 像我自己就化妝的時候重點比較會在眼睛 尤其是眼線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會喜歡用眼線液就勝過一般的眼線筆 我的眼睛我的眼型的話因為雙眼皮沒有那麼明顯 但我會希望眼線畫上去之後還是看得到有雙眼皮的感覺 所以我會畫比較裡面就是內眼線的部分 然後再去加強眼尾 先瞄然後把 哇天啊,一邊化妝一邊講話好難喔 我從來沒有在化妝的時候這樣講過話 就當你裡面整個塗滿之後 就可以拉眼尾 把它拉出來 好好畫喔,這個怎麼會這麼好畫啊 然後這樣就完成了一隻眼睛 我會習慣拉長一點然後會比較平拉 不會...但是看每個人有的人會喜歡最後眼尾是飛上去的 就會感覺比較有精神 但我會希望眼睛可以柔和一點 因為我的臉部線條算是比較...比較剛比較中心一點 眼線畫完整個人感覺就很有精神 其實已經可以出門了 可是如果你還更需要再有妝感一點的話 還可以加睫毛膏 我會刷在可能是眼睛的中間 哇,好美喔 然後有時候我下睫毛也會刷一下 好耶,完成了 眼睛變得很有精神 然後其實平常我只要 稍微有一點眼妝有眼線就可以出門了 希望大家覺得好玩啦 會覺得無聊嗎 喔,好啦好啦 好,謝謝,謝謝大家 好,開玩笑的啦 大家好,我是柯佳燕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我的開工包包 讓大家知道我平常工作或是拍戲的時候包包裡都帶了什麼 我就... 一個一個拿出來囉 我包包裡會有的東西就是 帽子跟太陽眼鏡 戴起來就是這樣 你怎麼樣 認不出我了嗎 平常工作 尤其是在劇組拍戲的時候 一定會準備一個保溫品 我毛筷需要打開嗎 好像不用 好,那我先介紹那個 廚房的組合好了 我一定會準備一些零食在身上 然後這陣子 劇組很流行的就是 小熊軟糖 各種軟糖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現在這一包 它是牽手的小熊軟糖 他們是兩個一組手牽手 所以不要把它們分開 要一起吃 然後再來就是我 幾乎每天工作的時候都會得到的香蕉 是我的助理很貼心的寫給我 他會依照當天工作的性質 然後寫出不同的內容 有時候是一些鼓勵的話 這個很貼心 再來就是 我有時候會帶本書在身上 在空檔的時候可以看 也算可以打發時間 然後這一本書是 許芳怡老師的 我心我心 因為我很久以前跟許芳怡老師上過課 去上一些關於身體的開發跟律動 很欣賞許芳怡老師 然後某一天逛書店的時候 剛好看到他寫了這本書 是有關他在40歲之前 可能遇到的一些人生的瓶頸 然後他經過一些過程 找到了出口這樣 然後就買來看 再來就是要跟大家介紹我的 兩個很重要的包 工作一定會帶的 我們先看大包裡面有什麼 這個是 我在拍戲的時候 服裝組贈送給我一個 我覺得蠻好用的防曬噴霧 它是韓國的品牌 這個是一罐花蜜凝露 然後非常的清爽跟保濕 而且它的味道很香很舒服 有時候在化妝前是可以濕敷的 所以會帶在身上 就像今天化妝前 也許就可以敷個臉 名字聽起來很好喝 如果你真的很渴的話 它的成分也是很一樣的 好這個是 一個噴臉的保濕噴霧 這個我覺得也很好用 是它的噴霧很細緻 然後味道也是非常的舒服很香 其實有時候 我不知道這樣化妝師會怎麼樣 但其實我有時候就不管 我就是會拿出來噴這樣 它味道非常的香 再來就是一個可以隨身攜帶的香水 然後因為它的平身大小還蠻適合隨身攜帶 我會帶在身上 有時候在外面工作一天時間很長 到了下午 我還是希望自己可以香香的 所以我就會拿來補一下香味 再來是我的化妝包 小小的補妝包 這個我會隨身攜帶一個指甲油 然後為什麼會帶指甲油 然後選擇這個顏色是 有時候工作 我覺得算是帶著以防萬一啦 你不知道今天會化什麼妝 或是穿什麼衣服的時候 不是很確定的時候 你可以帶一個像這樣裸色系膚色的指甲油 這個可以搭配很多妝跟衣服 我覺得都會帶一個在身上 一方萬一 然後這個是我蠻喜歡的一個 算是大家都說是唇膜 但我其實就是把它當護唇膏使用 非常的滋潤 再來就是這個 最近很喜歡的染唇露 然後它是 我很喜歡它是因為它 它使用起來的質地感覺是水水的 我很喜歡這兩個顏色 所以我會疊擦 好水喔 其實我給大家看 但其實我很捨不得把它畫在手上 我就要浪費 它的質地很 很水感 我不會講欸 很清爽 然後非常的持久 我很喜歡 就感覺你可以 塗了這個之後 還是可以吃吃喝喝 然後氣色還是看起來很好 好喜歡這兩個顏色 差不多 但如果只能帶一樣的話 我覺得搞不好 搞不好我會帶香水 因為不管怎麼樣 我還是希望我可以香香的 我還是希望我經過任何人旁邊 就是大家對我留下的印象都是香香的 我應該會帶香水 第一個妝容呢 我使用了Dior的九宮格的眼影盤中的 粉霧色的眼影 那我是使用的是單擦 當然你也可以疊擦營造 妝容是比較濃淡不同的妝效 那搭配了同色系的唇膏 粉底的部分呢 使用了保濕透亮的水粉底 來襯托家院的好膚質 第二個妝容呢 是質地的變化 比較特別的是 使用的是粉紅色的眼線 在眼尾做拉提 搭配同色系的眼影和唇膏 另外在顴骨和鼻樑處刷上提亮的修容 這樣顯得妝容比較俏皮又有個性